王一博 出席活动的服装是高奢品牌Chanel的 而这个品牌的超季节高定服装全都是女装 他作为Chanel的合作推广大使肯定也是需要有行动的 后续Chanel过了品牌考察期也是会给他开头的身份 何况他穿在身上的确是好看 就是有那种表现力 圈内很多男艺人羡慕都来不及 王一博也不是唯一一个穿Chanel的男艺人 很多男艺人虽然没有合作关系 但是也会去借礼服参加晚会活动 这个品牌的时装也是没有完全限定 是有分性别的 男艺人穿完全可以 最关键一点是 无论什么品牌什么衣服 只要穿起来好看才是重点 首先就是他的出圈作品陈情令 他饰演的蓝忘机 不仅在国内深受大家的喜欢和追捧 在国外还以最符合书中人物形象的角色排在第十名 他还是国内唯一一位上了排行榜的男艺人 这是一种认可 其次就是有匪 这部剧他的谢允也在他的诠释下活灵活泄 他和赵丽颖配合默契 在里面演技有很大的突破 也因为两位优秀的演员 这部剧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作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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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部剧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作品